日本综艺天王田春春昨天现身台湾也跟台湾媒体一起分享他闪魂的好消息 一开口就用中文打招呼 超有亲和力的小春一度被封为不可能结婚的男一人 对女朋友的要求也很多 还在节目上列出了一百个条件 但这个小春竟然在17号的节目上 以Live的方式向大家宣布自己的结婚喜讯 美娇娘西村香娜长下清秀 曾经当过模特尔 汉小春早在2009年就已经交往过 虽然后来分手但在朋友的撮合以后 有情人终成眷属 打开小春的画名册洋洋洒洒一大串 其中汉藤其奈奈子也曾经论及婚嫁 但当时小春一心想打听事业感情告吹 在2010年汉安市奈美会也传出绯闻 两人一起到美国旅行却也是分手收场 最后小春吃回头草选择了前女友 刚结婚的小春好心情全写在脸上 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 希望可以一扫以前花花公子的形象 从此转型成爱家好男人 本文新闻 陈泰优 马尔晨在台北报道